字幕提供 今晚有件事爆裂了 今晚有件事爆裂了 所以不要太慢了 今晚大家 29季第三集 現在開始了 畫面開始了 好 歡迎來到玩具TV的爆鬚直播 今晚是星期五 10月22日 29季第三集 今晚可以 其實是差不多的 和大家保證今晚有很多精彩 而且玩具的元素比較豐富 今晚是豐富的 不是這麼集中 是繽紛的 今晚我們繼續繽紛 支持香港繼續繽紛 沒關係 我們自己進入我們的責任 今天第一個介紹的 是1比18的世界 Joytoy 這次不是Wohammer 這次 問今晚有什麼呢 你可以看看照片 看看照片 還有留意我們 OK 這個是1比18的世界 Joytoy 除了WohammerJoy 其實他們有出一些科幻 另外一個就是 武漢 其實他是古代 是 他不是科幻 他是真的古代 挺神奇 我都沒有想過 可以玩這個 是這樣的玩法 是 1比18的古裝 這次 我手上這個 挺任性的 挺任性的 我這個是 武俠書生 我覺得是 是啊 你知道他平時是 隊尊牆 那隻 他是 又可能 谷得超 對 有些武功的 拍書生 什麼什麼 那套戲就是有一個 這樣的角色 就是 Gimimi 朋友 他也是 書生 但是 又 似乎打得下 除了 手上的眼睛 照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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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 哈利波特借的 貓頭鷹 還有一隻 妖狐 這個妖狐 有三條 小妖狐 還有對拳頭 這個套 現在的風氣都很合適 不單單是一個武俠 他有些 寵物 是的 頭鷹 睫眼看一看 就 有一點 像哥哥的 少少 對 你不理神 他不是 他叫做 許懷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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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懷恩是 你叫傑先生的 其中一個公子 是啊 真的 不知道是玩東西 還是真的 認識他 拿來玩 我認識他 許懷恩先生 可能他也認識 不知道 這個是許懷恩 哈哈 許懷恩先生也有操玩具 是嗎 是啊 我們在玩具很壯的面 幾年前 這個就是許懷恩的trigger 古宗 許懷恩 我想起靈狐聰 他爸爸扮靈狐聰 那時候 許懷恩 是不是真的不玩東西 不是啊 你對 因為其實港產變 對我們整個 近二三 近代的中國華人文化 都影響很大 你對 其實這個是靈狐聰 來的 所以說許懷恩 而是許懷恩 這麼划算 哦 對 我也不聖水 哦 那是 我看看 那是 這個 可能是他們 為來的 一個玩笑 是啊 那個古裝 那個處理 因為很多袍 袖 他要開關節 嗯 很難的 所以他的袖 都是在這裏 好像有少少捲起了 在手掌的前面 所有手掌都可以動到大概90度 多於90度少少 另外有一個 這個叫做斜背袋 這個又像零彩神 斜背袋 這個配件都是一眼看 還有多一對手 好了到你了 這麼快就說完了 好 那就說這個了 這個其實呢 我先拿出來 等我一會兒 因為裝一些配備 不要太過 是啊 奪命書生 說得對 絕招是面目全非腳 都是說回周星馳的作品 但其實我也很驚訝 其實周星馳的文化 是對這一段 即是怎麼說 很厲害的 對 大概80後 那班人 是這麼厲害 其實差不多是 謝謝你 差不多是風神級的 是啊 你看看 好像那些人 隨便可以說出一句 叫做聖經 你見現在網台的主持 全部都是說到差不多 就跳一句對白 就跳一句對白 跳一段小片段下去 一句對白 他們好像是背熟了 哪個角色哪個對白 哪一套戲 他們一拿就拿出來 真的熟了 別說sticker Whatsapp 我見那些 最近食神 我突然回到網上 原來那些對白 是從那裡走出來的 是啊 我也不知道 即是 我也有點慚愧 我這些是真的看著周星馳大 即是從黑白公司 開始看周星馳的人 但其實 沒有那麼熟悉 現在這些 年輕一代的 真是很熟悉周星馳的 有些是我們 小時候看關德興王非王 你而已 我不是 好 好 我先講第二個 這一個其實呢 是一個騎兵來的 沒有看錯 漢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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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的騎兵 漢 空漢的漢 北方的北 國 他這裏有點幻想 即是類似魔界那樣 即是北方的國家的騎兵 就算了 他又不會講 什麼朝代 什麼民族 他又不會講的 但是我們見到的造型 就是典型那些 你見到廟宇的門神 那些款 他又不像低階的步兵 因為騎兵 古時呢 是貴的 貴族才做騎兵 一般我們這些是步兵 騎兵才有車的那些 這個系列 叫江湖 江湖系列 沒錯 所以你看到很多影子 都是有不同的影子 在當中 這個騎兵厲害 其實呢 除了這支典型那支 那支矽 然後後面那支 東西 即是不會 即是不會讓你覺得 有個位置讓你彈它 他還給你 你可以說 是不是多了呢 我也不敢講 但是其實什麼那麼多東西便宜 很辛苦 但是他還給你 其實後面那支是什麼呢 是箭袋 弓箭 還有劍 即是弓箭可以拆出來 拿上手 其實是的 是的 這刻就沒有 當然他有 是啊 我們不細拆 但是這張圖 現在鏡頭能否拍到呢 拍到的 這張圖就看到了 弓箭 刀仔 他有很多工具 對 比段明書生 許懷恩來說 這個就多工具 對 那就 很有張藝謀的電影的感覺 張藝謀 張藝謀 對 你不用擔心 他這個頭盔的樣子 你又覺得 他有真人樣子 不過當然他要用 換件式的方法處理 就不是 戴頭盔 因為一比18那麼小 用戴頭盔 在哪裡 就好 就是會刮花 還有不漂亮的比例 那他就換頭了 換件來說 對小比例來說 我覺得是應該的 好了 另外這次介紹呢 有人說 要Key德哥的樣子上去 有沒有一比18的自分雲呢 有 我們想看 德哥奪命書生 絕對會的 好了 另外最右邊這隻 好了 可能要 這個 麻煩你轉鏡頭 小小可以 這隻厲害 這隻馬呢 1比18 我覺得他跟日本的某牌子 出過那些馬 是1比12 是1比12 那些關子不枉多樣的 嗯 就是複雜性 連尾部都可以發去前面 就是 打烏鷹的 這個有點怪計 這個就是中模來的 跑到飛起的時候就會飛出來 這個中模這樣拆件法 我覺得有點 但是我挺欣賞他的 那個 空想 這個幻想空間 挺有趣的 其實他的馬可以玩到很 很誇張的 他這個有些 好了 我現在突發進去 我不是很認同這個拆件方法 但是可以留意他的那個 那些顏色呢 Walker 對 比他畫的畫家 他的顏色很漂亮 認真的 他的馬真的上了陰影 是啊 沒錯 他坐在高光陰影做得很好 有一次鏡頭看出來 零射明顯 他是做了功夫的 那又不會一疊 過時一疊 這個 我試一下 我可不可以坐好一點 好 好 不好意思 加回給你 哇 你吃了什麼 今天 我經常都說這些 不過是看你的心態 或者是習慣 就是 你想聽到什麼 就是什麼 對 如果你是一個 純潔的小朋友 對 回憶也很正常 對 對 好 因為他是軟的材料 就是一個軟的材料 對 可以慢慢設定 所以我去單獨馬 站得穩 因為我經常玩過其他牌子 其實他連自己單獨站 也有少少問題 是嗎 但是四隻腳應該比較容易站 我想是關節上的處理 可能需要有待改善 但是他這個 不過你設定了一個 好像在走路一樣的動作 其實是可以穩的 這隻馬刀 好 比例來說 我覺得他是 有輕輕的大一點 不過是對的 因為我可以穩 你覺得馬大一點 還是人大一點 馬大一點 你遠看就知道 不是大一點 有些馬比較大 但是據聞 中國古代 基本上是蒙古馬 蒙古馬 其實 馬身高不高 個人肩頭 所以他們跳上跳下 是很方便的 他們很流行騎射的 如果你是那些 你沙田馬場跑的那些馬 那種高度 他跳上跳下 腳都低了 真的會 他那些人 有些面後都做得不錯 是啊 有些神情 有些輪廓 不是就這樣 睹兩睹眼有鼻 其實一比十八來講 我都覺得做得 市面上都沒有選擇做得很好 那就看你喜不喜歡這個題材 還有一比十八 好 另外就是 這個型號 比較多手掌 手掌 那書生就少一點了 是啊 很特別 原來他的馬 你可能知道有些原因 他給定一個stand來的 一個這麼複雜的stand 那我不玩了 因為那個stand 反而有一點挑戰 就是螺絲位 可能要自己上層一點 就是現在鬆一點 但是我想他可能 真的被你托著馬 因為馬 很難明白 你多關節 真的容易脫掉 認真的 其實馬的關節 你有沒有研究過 是很複雜的 馬的腳呢 不可以維持研究 我大概明白你說什麼 是很多折的 不是我們想人的那個 是三折的 其實他這個關節 就等於我們的腳跟 是 這個是腳趾 所以 他不是真的多個關節 而是他把我們的腳 推上去 如果你說真的要把人 和動物去對照 這個是腳跟 這個是腳跟 這個是小腿骨 這個是大腿骨 你可以這樣說 所以 這個是腳掌 這個是腳趾 這個是腳趾 如果真的是這樣解 所以你看到 是帥仔的 我們看一股裝片 那些樣子就是這樣 騎仔 歐洲馬 一個六尺高的 帥仔主角 穿著骨骨骨 但是股市就不是這樣 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騎兵 就蠻謊 是的 許華欣 就看看你是不是 鍾情於這些 寧胡聰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主角人物 還有動物 重點是有動物 因為這個 擺明就是力胡聰 如果你想在家裡 可以有一組 可以重建 這個邵澳 光湖 正所謂這個就是 災胎光湖 這個真的可以看 周星馳那些場景 他拿著燈籠 很少 但是騎兵 挺大玩 騎兵挺大玩 好 很複雜的相識 好了 今晚很多東西 今晚太多東西了 稍後回來 我們不知什麼 先 好 稍後見 謝謝